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台中一名练拳六十多年的王姓老伯,因常年练拳身体硬朗,约两个月前出现胸闷等症状,喝了药酒后症状改善,以为无碍,没想到日前早上起床,却无预警晕倒两次,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肺动脉栓色,经济以叶克膜和超音波震碎血栓导管治疗, 才从鬼门关捡回一命这名七十三岁的王姓老伯,从小练拳,到现在每天还维持凌晨三点半就起床运动健身的习惯,虽已经七十多岁,但身体硬朗没有慢性病,但两个月前突然感到胸闷,以为是血路不通,喝了自酿的药酒,因情况变舒缓,以为没事了,没想到,上月底某天清晨起床, 突然无预警昏倒,家人表示,第一次昏倒没人发现,约三十分钟后自己苏醒回到床上休息,因不断冒冷汗,家人以为房间温度太高还掉降温度,没想到约四小时后起身上厕所再度昏倒, 这次不但眼睛上吊,还双手紧握抽搐,惊觉不妙赶紧将他送医 亚大医院心脏检查室主任张玉胜今天表示,患者到院时血压极低,安排进行心脏超音波,胸部电脑断层检查,发现双侧肺动脉出现严重血栓, 赶紧会同心脏血管外科主任刘因作致放叶克膜,并以超音波震碎血栓导管治疗, 有颈脉将导管直接致放到肺动脉,再以超音波的能量配合溶栓药物来震碎血栓, 在加护病房住了六天才脱离险境,转到一班病房, 亚大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刘因作表示,患者因急性肺栓色呈现休克, 为了保密紧急致放叶克膜,再进行肺动脉导管绒栓手术, 顺利将双侧肺动脉的血栓清除,肺动脉的压力也随之下降。 张玉胜医师表示,王姓老婆生活习惯良好,也没有慢性病, 研判是血液中凝血与绒血因子失衡,导致下肢深层颈脉出现血栓, 并流到肺动脉造成双侧肺动脉栓色,因阻碍血流顺畅, 才会出现胸门,胸痛,呼吸急促,冒冷汗等状况, 张玉胜提醒民众,平时避免久战,久坐,以免出现下肢栓色, 至于肺动脉栓色患者,术后应定食口服抗凝血迹,并良好控制三高避免复发。